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AI筹码泄露天机 今天出现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消息 到底是利空呢 还是属于重大利空 还是小小的利空 还是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美国报导的消息 说华为大家很清楚 美国现在全面的封杀华为 结果华为最新的产品 它里面的晶片让美国很纳闷 它怎么还可以做出这么好的一个 这个山西产品 结果美国就把当然把它的产品都拆开了 就拆解以后居然出现所谓美国管制的晶片 那管制的晶片不用讲了 当然又跟台义店跑不掉关系 又是台义店生产的管制晶片 那怎么又跑到华为去呢 那台义店也说 我已经通报美国商务部了 所以这个后续当然肯定 美国会再做一些管制的手段 这个当然也会对台义店 未来的这些销售营收有所影响 那到底对台股的影响是什么 来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一次我们从7月份24380 带了全国同学 全力全力向下避险放空 对不对 结果是不是全市场最大的赢家 7月份全市场领先放空的 除了张老师 你自己看看市面上有第二个老师吗 所以当时加入我们的放空行列的同学 一口气就是大赚5000点的行情 那跌到8月5号19600 我们说这个地方开始会跌升强劲反弹 所以我们从8月5号19601全力作多 9月27号拉回20970拉回多 10月4号22280拉回多 甚至到上礼拜23005拉回多 请你全力全力全力做多 到10月18号23840 从我们8月5号全力翻多之后 又大涨了4200点了 所以7月份跟着我们放空 8月份全力翻多 多空两趟已经送你将近万点的行情了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 今天出现的这个利空消息 到底对台股后市有什么影响 来 很简单 如果是台股现在合在低档区的话 那利空影响的就不会很大 那如果在高档区的话 那他本来就要开始进行修正了 高档本来筹码就会进行修正了 再加上出现这样 对台积电的相关的利空 那我请问你 大盘当然会有利空拉回修正的 比较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上个礼拜 我们不需要等到这个利空拉 我们18号那一天23800 已经呼吁全国同学 你做台子旗的 你要把握向下避险放空 是不是 你看看今天台股 涨还是跌 涨还是跌 已经杀到两万三千三百多点了 所以从我们上礼拜两万三千八带的投资人 本来就应该要进行避险放空 因为大盘涨多 本来就要修正 现在又在出现这样的利空 当然会对向下修正 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台子旗的操作 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呼吁 全国同学23800 你就是要把握做避险放空的动作了嘛 对不对 上个礼拜就把握避险放空的动作 果然连续三天向下拉回 回撤缺口 那这个地方再加上台移电的利空 所以向下拉回的幅度 可能会更进一步的扩大 所以为什么台子开始要向下避险放空 那股票的方面大家很清楚 我们从上礼拜指数避险放空 股票我们已经呼吁全国同学了 大盘已经涨了四千多点了嘛 是不是啊 又来到前波的套牢高点 然后反弹又开始亮缩 所以操作各股方面也要很谨慎 很多股票已经飞在天上了 你不能再碰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上礼拜 已经呼吁我们的全国同学 手中的持股集中资金 转进少数的一两档 还在底部翻多的股票 我们的持股已经很少了 只剩一两档了 所以大盘涨了四千多点 如果你跟着老师到现在 还在让你满手股票 你要特别小心 像七月份大幅度的修正的动作 恐怕会再度的出现 所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呼吁全国同学 台股大涨了四千多点了 面临什么 前波的高点 这里你要提防的是什么 高档的修正 所以指数逢高要懂得放空避险 各股方面要开始 是不是 持股集中少数的 底部筹码翻多的股票 这样大跌的过程中 对不对 你的股票才能够有上攻的力道 如果你现在满手股票 尤其满手飞带天上股票 那你要特别注意 大盘如果进一步的向下修正的话 那你手中的股票很容易就会套牢 所以这就是张老师今天解读 这个利空的消息 跟全国投资朋友分享 现在台义电 对不对 这个传出华为的晶片 有台义电的 卖给华为的 那当然是所谓的利空 那大盘在高档区 当然要注意修正 那加上利空的影响 当然会影响向下利空的力道 是不是 所以大盘面临前波的高点 指数方面 逢高要懂得避险 放空 那个股要把握 对不对 要集中少数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持股很少 只剩一两档 所以涨了四千多点 你要赶快检视你 你跟着老师 如果你手上满手股票 赶快来找张老师 这里是高档风险区了 好不好 操作上要十分的谨慎 AI筹码泄露天机了 这个我们一再讲的 影响股价的关键是 一筹码 二筹码 三筹码 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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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筹码 筹码转多会大涨 但是筹码一旦高档转空 你要小心啊 很容易重挫大跌 甚至崩盘嘛 是不是 所以散户不懂筹码 你搞到最后 下场永远满手套牢 满手套牢 看一下 这是媒体的报道 台湾散户五年内亏损了 全国同学 五年亏损多少 九千四百亿 台湾散户五年赔得快一兆 一年就赔得快两千亿 投资人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散户散赔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筹码 满手当然套牢 是不是 你看多少股市的网红 天天跟你吹牛 资源基本面好 四百多块 结果杀到两百 技嘉 基本面很好 三百九杀到两百 通通折半产赔啊同学 所以好好想一想 散户每年就赔得快两千亿了 所以不能开玩笑 所以张老师跟你讲 影响股价涨跌的关键 一 主流商机 二 筹码筹码筹码翻多 只有筹码翻多才会大涨 你看看 七月份我们带你全力放空 崩了五千点 八月五号崩了五千点了 我们跟你讲 你手上满手套牢不要难过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资金全力重压 密忘时 密忘时 我们讲过 底部筹码翻多 股价当然会大涨 当然会大涨 结果密忘时 真正大涨一倍 对不对 两百多万变五百万 两百多万变五百万 你五千点赔的钱 通通回来了嘛 通通回来了嘛 你看看加入我们的赖 八月五号张老师的赖 连在我们的赖里面 都免费跟你分享 AI低价标股 六年大抵完成 二十几块 当天台股崩跌一千六百点 二十几块的 谁啊 当然就是密忘时嘛 是不是 连加入张老师的赖 我都跟你分享 主流标股啊 加入赖很重要 小老鼠AI518 有加入有保比 赶快跟上 赶快加入 那错过密忘时的 跟你报告FOPLP FOPLP 这绝对是未来的 主流爆发商机嘛 经过台积电 董事长的法说会认证的 那送你的永光 从一字头 一字头标到29.5 大涨五成 大涨五成 一百万也五十万啊 两百万也快一百万啊 是不是 那再来跟你分享 细光子 我们的AI筹码 118块翻多的连亚 已经翻了几番了 是不是 涨了几倍了 联军六十四块 AI筹码翻多 涨了几倍了 那错过联亚联军的 跟你讲 谁会接棒 来光环三多块 筹码翻多 大涨六成 拉回五十 跟你讲 拉回会再度上工 今天又来到五十五了 是不是 好 那再来跟你分享 AI机器人的上营 从202 AI筹码转多 自己看一下 也涨了 六十架 十张也六十万 二十张也送你 一百多万了 来 再来 除了上营之外 跟你报告 Blackwell 对不对 GB200的商机 谁啊 最大的受惠者 当然鸿海嘛 但操作鸿海 你要弄清楚啊 鸿海七月份 230筹码转空 也是中错了三成啊 所以股票不要傻傻的 只会多不会空 那到了一百七十多块 跟你讲 底部筹码翻多 加上GB200的商机 股价会再度回升 会再度回升 今天高点217嘛 对不对 也涨了四十多块了 也涨了四十多块了 那再来 鸿海会涨到哪 鸿海会涨到哪 跟上脚步 再来AI散热 这绝对是未来的 爆发性的商机 爆发性的商机 散热 有分气冷 意冷 甚至所谓的 静默式的散热 对不对 那散热 我们首选的是这档 二开头一结尾 二开头一结尾的 他是NVIDIA的副总裁 宣布 成为Blackware的平台供应商 那要弄清楚 筹码从150多块转空 中错了五成 那近期90多块 90多块 底部AI筹码转多 AI筹码转多 16号 强喷涨停 站上百元 站上百元 那这档股票会涨到哪 后市持续看好 在AI散热的商机带动之下 股价后市 我们还是看好 还有高点 还有高点 那再来FOPLP 一再跟大家强调 这是未来两年内 最具爆发的一个主流产业 因为FOPLP 将彻底的解决 COVAS的供不应求 量产难度高的问题 是不是 那FOPLP 也跟大家解释过了 它的产能是 现在的COVAS的七倍 七倍 那FOPLP 我们带领全国同学 把握的锁定的是这档 所谓的第一价标股 那最重要的 它的FOPLP 跟台积电积极合作 那甚至带动它第二季 开始转亏为盈 那最重要的股价 过去重挫六成以来 这两年都在十几块 都在十几块 进行一个底部整理的结构 那从十三块多开始 筹码底部筹码翻多 那十六号 十五点六 强喷涨停 强喷涨停 那何时 何时要突破十七呢 何时要看到十七呢 全国同学 今天台股是怎样 大跌两百点 大跌两百点 来注意 这档低价标股 FIFO PLP低价标股 今天高点 十六点九五了 已经差零点零五 差不到一毛 差零点零五 就要看到十七了 所以现阶段操作上 要十分十分谨慎 那低价标股 这档筹码底部翻多 后面酝酿大波段的行情 即将正式启动 那大盘 我一再跟大家叮咛 大盘现在是怎样 大盘现在又出现了 台积电的利空 是不是 那大盘本身又在高档区 所以操作上 要十分谨慎了 特别 大盘已经面临前波的高点了 随时会进行所谓的高档修正 所以台子旗逢高23800 我们已经呼吁了 逢高要懂得避险放空的动作 那个股的操作上 也要十分谨慎 那套牢筹码 赶快来找张老师 赶快来找张老师 好不好 那低价标股 未来大波段的行情 会涨到哪 赶快赶快来找张老师 手中套牢 赶快来找张老师 那最更重要的 赶快加入我们的LINE 小老鼠AI518 张老师带你套牢筹码 带着你反败为胜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滑线投股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239-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滑信的事 滑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还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关心您 好 AI筹码泄漏天机 尤其台子其实操作 我还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不懂筹码 你最后一定产赔嘛 不可能赚钱嘛 筹码转多你去放工 筹码转空你去做多 你怎么不赔呢 好好想一想 所以张老师跟大方 AI筹码泄漏天机嘛 现在是AI程式的时段了 你要用AI程式来计算筹码 明确的多空讯号 时间价位 你绝对不能猜不能赌啊 请问全国同学 七月份当时打开所有的财务节目 每个都跟你吹牛啊 上看两万五 上看三万 但你拼命做多 股票拼命买 结果崩了五千点 你告诉我 操作其实崩五千点 你是赔几倍啊 赔了三四倍耶 一口赔一百万耶 是不是啊 那叠到八月五号了 张老师七月十一号 我们公开呼吁放空 对不对 全力放空 到了八月五号 请你全力做多 八月五号 九月十一 十月四号 十月十七 一切拉回都是做多 这不是嘴巴随便讲讲的 我们每一个放空做多 在LINE里面 都跟你事前分享啊 熊同学 七月十一号的空 五千点 八月五号 一九六零一番多 涨了四千多点 九月十一号 二零九七零多 涨两千多点 十月四号 二二二八零买多 涨一千多点 甚至上礼拜 十月十七号 二三零零五多 涨了八百点 来看一下时间价位 加入我们的LINE 永远讲在前面 七月十一号 好好想一想 七月十一张老师的LINE 我怎么讲的 二四三八零 向下放空放空放空 全国同学 你不很感动吗 张老师有骗你吗 在我的LINE里面 七月十一号 你都知道 要二四三八零放空 崩到八月五号 崩了快五千点 今天趁大跌 逢低买多 同学 八月五号 崩了快五千点 在LINE里面 请你做多 同学 八月五号 大跌四千六百点 逢低买多 九月十一号 二零九七零翻多 十月四号 二二二八零 逢低买多 十月十七号 二三零零零 二三零四零 逢低逢低买多 这都是张老师里面的LINE 跟你事前的分享 我们不像现在台面上 很多诈骗网红 我们每一个动作 在LINE里面 你都同步分享 我们不是很多 现在诈骗网红 上礼拜跟你讲 澳台一定法说会 要崩三千七百点了 只有这几天的LINE 你去看一看 现在网路诈骗网红 自己吹牛 哇 点阅率好几十万 那你看他讲什么 相信我 跟着怎样 赚不完的钱 我们的操作连续八天都赚钱 累积大赚一千点 在什么地方做多 什么地方放空 从来不敢讲 而我连续赚八天 上礼拜口号 你要崩盘三千七百点 这个礼拜跟你讲 我连续八天连八胜 这就是现在诈骗网红 你要好好思考 你要参加这样的LINE呢 这样的老师呢 还是参加张大文 7月11号24380放空 8月5号大跌4600点 逢低买多 9月11号20970翻多 10月4号翻多 10月17号2300 23040翻多 你要跟哪一种老师 还是去参加这种 相信我连续八天 大赚一千点 什么时候放空 什么时候做多 从来不敢事前预告 那什么是诈骗 你们自己很清楚 好不好 那张老师一步一脚印 那10月18号 上礼拜10月18号 大涨了4200点 来所有赖的同学 亲眼见证 10月18号9点17 23800 趁大涨23800放空 到了10点钟 还在23816 来10月18号的赖 今天10月18号9点17 趁大涨23800 23800请你放空放空放空 10月18上礼拜大涨10月18 23800请你放空 今天呢 400多点了 400多点了 在赖里面 你都可以事前掌握多空的讯息 张老师都跟你分享 完全无私 只是为了帮助你 好不好 好 要特别小心了 现在台一天的利空也出来了 台股本身就在进入高档修正了 面临前波了 本来就要提防高档修正 所以指数如何逢高避险 赶快赶快加入张老师 赖更进一步 把我们AI操盘程式同步带回去 带回去 好不好 那股票方面也是一样 AI筹码泄露天机 那你跟着老师致援 是不是 技嘉 你到今天还在铲培 你跟着张老师 我8月5号送你的秘望时 让你大涨一倍 送你的 对不对 FOP的永光 大涨五成 是不是 跟你分享联雅 118翻多 大涨了快三倍 联军60多块翻多 大涨三倍 是不是 这个光环 大涨六成 拉回再买 再度上工 那送你的机器人上营 是不是 202 AI筹码转多 涨60块 涨60块 跟你分享Blackware GB200的鸿海 是不是 从170多块 你要弄清楚 鸿海 这么好的股票 7月份筹码转空 也是要中错的 所以张老师这地方 给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来股票 你死多头 最后就是满手套了 股票本来就是有多有空 所以7月份跟你讲 转空放空 崩了三成 对不对 那175开始筹码翻多 AI筹码翻多 是不是 今天217涨了40块了 涨了40块了 那AI散热 当然也是未来一个题材 那今天还在守在三位数 守在百元之上 那再来跟你分享FOPLP 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为什么近期 我一再强调低价标股 因为现在很多高价股 已经不能碰了 加上现在凯一店的利空 加上台股本身 又已经进入前波的高档区 所以这里会开始进行 大幅度的修正 所以很多股票 真的要谨慎以对 好不好 如果你现在满手股票 你赶快来找张老师 因为一旦大盘进入修正 很多股票很容易陷入让你套牢 你会赚不到钱 所以现阶段我们都呼吁同学 赶快把资金转进锁定FOPLP 这是未来两年内 爆发的产业商机 是不是 又是跟台一店合作FOPLP 所以股价从13块多 筹码翻多 15.6 今天早盘高点16.95 又涨了快三成了 是不是 这两股票只要一旦突破17 一旦突破17 一旦突破17 会开始进行所谓的 两年大抵完成的一个上攻的 大幅度的上攻的走势 所以像这样的股价 将来才有机会 才有机会让你把握大波段的获利 那FOPLP低价标股 未来会涨到哪 赶快跟上脚步 最重要的手中套牢的持股 现在台一店的利空也出现了 台股本身也进行高档修正区了 所以要特别特别谨慎 手中套牢筹码趁限间段 立刻来找张老师 这不能再等下去了 你等大盘真正开始进行修正 那你逃都来不及了 好不好 手中套牢赶快来找张老师 那更重要的 赶快加入我们的LINE 小老鼠AI518 在LINE里面有任何问题都欢迎 张老师会亲自跟你答复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